电影中当年美国经济一片溶景 却遇上金融风暴 而今年欣欣向荣的美国股市 也因为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急涨 29日甚至飙迫2.7%出现动荡 我们不排除说在一个短线的一个spike 会去突破3个% 但是它整体来讲它还是会做一个挥档 美元近期弱势让人民币在29日 来到6.3267人民币对1美元连期日上升 但美国总统川普却这样说 川普大胆直言美元会变强 这也让市场担心引发新一轮汇率战争 成为2018年最恐怖的一幕 美元的一个弱势如果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那我们觉得在对于雅谷的一个未来的成长性 相对是有一些助力 美元轴弱推升新台币 30日以29.24元对1美元作收 让台湾制造业也含苦 2017年12月制造业景气灯号维持1.03分 连续7个月亮起黄蓝灯 热钱的炒汇 让台币今年1月份大幅的升值快3% 这个厂商受不了 所以热钱只要一退 台股在2月份可能会有激烈的震荡 台股30日在台积电红旱熄火之下 中场收在11076.78点 下跌145.03点 跌幅达1.29% 其中电子股跌1.42% 金融股跌1.05% 他假如针对本季的财测 砍掉了iPhoneX的一个供应量之后 台湾的苹果供应链 可能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通通泡汤 苹果财报2月1号就要发布 获利与出货预期 攸关品盖股表现 以为封关前的台股投下变数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